你看習近平昨天錄了個視頻說 我們已經準備好了 明天東奧會直播前面有一個鏡頭 就是前面錄的是盤古的龍頭的時候 三人被抓了 中奧電台播的 播完以後 所謂的東奧安全部 就是安委會關進東奧的 誰放的 誰放的 就有戰友 但是三人給抓了 抓了三人裡面有倆女的 其中一女性姓龟說 我幹的 跟他倆沒關係 放了他們 為啥放盤古 他說 我把盤古這個樓給你放進去 你北京有面子 我把你現在那個方的龜頭放上去 中國人丟人 那是政治事件 外國人會問 為啥你那個龍頭 我們2008年來才成方盒子了 我這是好事 就這一句話 所謂審他的那位人 告訴他說 你咋知道這頭叫龜頭呢 你從哪聽說 他說 我就看GTV看的呀 為啥看GTV 他說 你讓我管這事 我怎麼不看GTV呢 他說 所以說我們要反GTV呀 我們要看的 這位女士很智慧 回家了 三人都回去了 說你要看那個鏡頭啊 你看那個鏡頭 你們都沒注意到啊 到處是咱的故事 這叫智慧 所以說你剛才注意的又是一個點 就是哪都是亮的 就那是黑的 還我告訴你 不管是黑的 你看下面那個 大家你去看看下面的人影仇動是什麼樣 全是特景 特工 這是多恐懼 他前面搞開幕式把一個盤古 我又不在那兒 你說你怕他幹啥 但是他們就覺得 我怎麼回避啊 回不了你那700多米的那個龐然大物啊 很快 770米啊 你說那無數不在鏡頭的影子 無數不在盤古爆料革命的影子 他能回避得了嗎 咱倆這直播 你想想中國人有一個個人 在所謂國家的運動上2008還有這個所謂2022中央會 威咱獨尊 比他鳥巢大三倍 比他高五倍 五十五萬平方米 把他嚇成那樣子 咱現在坐著開直播 你想啥呢